三代Ryzen 我知道你们都等不及了 我也等不及了 那我们就不要多废话了 直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我们首发的这颗是Ryzen 7 3700X 它是新Ryzen里最平民的一款 8核16线程的处理器 机频3.6G 全核心实测可以加速到4.25G 单核最高4.4G 得益于全新的7nm工艺 这颗3700X的TDP只有65W 如果光看频率和核心数量的话 好像是3700X和2700X也差不多 但其实它们的差别可大了 三代Ryzen换用了全新的Zen 2架构 别看只是加了一个2 它和Zen可太不一样了 今年AMD在架构层面大动干戈 最后造就的结果就是IPC提升高达15% 三代Ryzen表面上是续作 实则推倒重来过了 想知道AMD到底对Zen 2架构是了什么魔法吗? 这15%的IPC又是怎么来的呢? 咱们这里先按下布表 等我们看完了性能表现 再来给大家好好地分析一下这个全新的Zen 2架构 除了3700X之外 AMD这次其实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首发产品线 从6核的Ryzen 5 3600 一直到12核的Ryzen 9 3900X 后面还有16核的3950X等着上市呢 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兼容性方面 三代Ryzen还是沿用了AM4接口 可以兼容之前的X470 甚至X370 B350的老主板 非常良心啊 但是反过来 新的X570芯片组 并不兼容初代Ryzen 所以如果你要找亮机油的话就要注意了 我们之后还会给大家带来 3600和3900X的评测 但是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平民英雄 最实在的这款 3700X 首发到手价2419元 对位i7-9700K 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 咱们赶紧开始测试吧 先来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好码配好玩 这次主板我们选用的是ROG C8H 很帅的一块板子 其实我们刚拿到这套平台的时候 遇到过很多的问题 像内存的兼容性 还有性能方面都不太稳定 但是华硕后来升级了7509 一直到7702版的BIOS更新 基本上是把我们遇到的大问题都给覆盖齐了 甚至还完全释放了缓存性能 嗯 先要给工程师一个赞啊 内存我们用上了饮食名人堂4000的纯白16G套装 为了照顾老平台 我们统一定在3200 C14的频率 待会我们也会试一下 新Ryzen到底能不能把内存超上4000家的高频 顾泰使用了最新的饮食名人堂PCIe 4.0 2TB的盘 你看看这个散热片的体积就知道了 这玩意儿真不是开玩笑的 这4.0的盘能跑多快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显卡是名人堂的2080Ti 而散热为了和之前的数据做对比 我们继续使用海盗船的HL5i水冷 在恒定25度的室内进行测试 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单独加入原装散热器的测试 一共参考 对它就是这个闪闪发光的幽灵散热器 万事俱备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直接来跑一下Centbench R15 Centbench体现的是C4D的渲染性能 这也是Ryzen一直以来的优势项目 3700X的R15成绩是 你们先猜猜看 看看谁猜得更准一些 多核1900?2000?还是2100? 2199分 比i9-9900K还要高出来 150多分 而它的单核成绩也达到了204分 差不多是7700K的水平吧 和2700X比一比提升同样是非常显著啊 当然R15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向AMD的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最新的Centbench R20 R20比较注重AVX性能 3700X的多核成绩同样跑出了5036分的高分 高于9900K 单核成绩503分低于英特尔阵营 但远远强于2700X 这3700X在频率和规格没有做出多大改变的情况下 高出了2700X整整1000分的多核成绩 可见这次的IPC提升有多显著啊 再来看看做3DS Max的同学比较关心的Vray渲染性能 在这一项中9900K终于显胜扳回一层 3700X的成绩略低了几百分 总体来看 3700X的3D渲染性能是和9900K不分伯仲的 再来看看内容创作方面的应用 我们首先使用Handbreak进行视频转码 将一段4K60帧的视频压制到1080p30帧 3700X的H.264转码效率高于9900K 比起前代2700X更是快了1分20秒 而如果使用H.265进行转码的话 那么英特尔仍然保有优势 9900K和3700X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上 接着我们来看看AMD的传统弱像 Adobe全家童 这次我们测了PS、AE、LR和PR 在Photoshop 2019中我们运行了Pudget System的测试脚本 3700X的表现介于9700K和9900K之间 远远强于上一代的2700X PS是一个比较看重IPC 而不吃多核心的软件 所以从PS的表现 你能明显看出来 Zen2架构在IPC这一块短板上做出了努力 而在AE 2019中 我们同样使用Pudget System的脚本进行测试 3700X得分930分 输给了9700K 9700K表示总算能让我喘口气了对吧 不容易啊不容易 所以我们接着就测了Lightroom 我们调色并导出了50张RAW图片 记录处理时间 Lightroom知道吧 就是那个特别吃内存和缓存 Ryzen一直被英特尔吊打的修图软件 你看这个2700X的柱子又长又宽 就像这个3700X的柱子它又 呃 它 我走 测试成绩有问题的吧 多跑几遍吧 多跑几遍试试看吧 我们多测了几遍啊 非常确定 这个就是3700X的正确性能 Ryzen 7 3700X真的在Lightroom里干掉了9900K和9700K Zen 2在缓存上的提升功不可没 以前我摄影师来找我们问推荐的话 我一般是推荐i5的 因为高频嘛 还有缓存比较牛逼 对吧 AMD在这方面一直是比较雷弱的 但是Ryzen如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真没什么好挑刺的 最后再来看看视频剪辑软件Premiere Pro的表现 我们导出一段1080P 30帧的序列 记录时间 PR虽然是剪辑软件 但是它吃的也是综合性能 而不是光看多合的 所以2700X在这里就不抵9700K了 但是补上了IPC短板的3700X 就能和9900K打的有来有回了 这个表现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总来说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 在10代酷睿上市之前 你的最佳选择应该就是 三代Ryzen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解压性能吧 首先是向来在Ryzen平台上表现较差的Win RAR 5.71版本 3700X的解压速度可以达到24Mbps以上 虽然依然不敌9900K 但是比起2700X已经几乎翻倍了 而在优化更好的7Zip中 3700X更是一局打败了9900K 不管是解压性能还是压缩性能都要优于9900K 此外我们还跑了两个不太重要的测试 国际象棋现在的参考价值已经不是很高了 那么3700X在这项中的成绩是接近9900K 也算是突破了3万分的大关吧 而在娱乐大师中 3700X的分数比起9900K还要再高一些 这就让我不禁期待 如果能用3950X来刷分打绑鱼的大师的话 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呢? 等着吧 软件部分的最后 我们也跑了一下3DMark的物理测试 在Fire Strike和Time Spy中 3700X均能与9900K一战 至于Time Spy Extreme这项测试 是非常倚重AVX性能的 所以英特尔阵营占尽优势 但是3700X同样比2700X强了一大截 跟上9900K的步伐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3DMark毕竟只是理论测试 我们玩家最关心的永远是实际游戏中的表现 所以不多废话 我们赶紧来跑一些大型游戏看看吧 这次的游戏 我们除了传统的帧数图表之外 还会采用全程实机采集画面和OSD的对比 让大家看到CPU实时的性能 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首先一上来 我们先来跑一下预避三件套 预避这三款游戏都比较吃CPU 尤其这个刺客信条奥德赛 这款游戏在刚推出的时候 甚至是不支持AVX就不让跑的 可想而知AVX性能的重要性 3700X跑奥德赛的时候 帧数一直是稍高于2700X 但高的并不多 总的来说和英特尔阵营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最终跑下来平均81帧 感觉这个情况并没有像软件测试里这么乐观 那我们接着就再来测一下全境分锁2 这个游戏可以明显看出来2700X力不从心 而3700X给我的感觉就是已经很努力了 提高了很多 但是还略有差距 最后跑出来平均151帧 介于2700X和9700K之间 第三款预避的游戏 我们来看看彩虹6号围攻 彩6的情况似乎和奥德赛差不多吧 3700X的进步还是有的 但是之前的差距拉得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要赶上9700K还是有点困难的 平均下来可以跑到257帧 用一个240Hz的电竞屏正合适 所以 抱歉 今天没有恰饭 让你们失望了 我们继续来看一些非常吃CPU的游戏 比如极限竞速地平线4 这个游戏让我从Ryzen这看到了一次希望 尽管3700X还是没有敢超9700K和9900K的表现 但是这个差距已经缩得非常小了 尤其是和2700X对比一下 提升可以说是相当显著 3700X如果用144Hz的电竞屏 基本上是可以保持全程跑满帧的 最终3700X平均可以跑到153帧 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合格的 那我们再来是一些更加吃CPU的游戏吧 我听说拥有大量AI计算量的策略类游戏都特别吃CPU 所以我们也精心挑选了三款来折磨一下这四位小同学 首先就是最近非常火的全面战争三国 全面战争三国有两种场景 一种是回合策略场景 存在大量的AI行为 计算量不小 在这个场景下 咱们的2700X当场去世 帧率全程比9700K低了30%以上 惨不忍睹啊 但是相比之下 3700X就进步了一大截 帧率已经非常接近9700K了 完全OJPK 最后平均可以跑到113帧 和2700X比一下 真的妞皮啊 全战三国的另一个场景就是实时战斗了 这个部分会更加偏向物理计算一些 Ryzen和英特尔平台之间的差距比之前缩得更小了 3700X基本上是全程跟住9700K 没有什么问题 平均可以跑到112.5帧 表现还算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接下来这个游戏更加恐怖 城市天际限 你知道这个游戏有多吃CPU吗? 创意工坊里有一张1比1的香港地图 游戏内的人口90多万 这个地图9900K都只能跑到10多帧 但是大家都是10多帧的话 那也没什么参考意义了对吧? 所以说我们用了一张稍微小点的地图 纽约的曼哈顿 四位选手同时拉近了跑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掉帧最严重的部分 真的是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了 尤其是Ryzen 7 2700X时常掉到20帧左右 和9700K差了将近三分之一 根本玩不动啊 相比之下3700X的情况要好很多 最低也就跑到27帧左右 多数时候都能保持流畅运行 和9700K的差距不大 当然我们这里放的只是游戏最卡的部分 整个游戏平均下来3700X是可以跑到平均38.8帧的 还算是勉强能玩吧 另一个比较吃CPU的游戏就是文明6 文明6我们跑的是AI性能测试 它会计算每一个回合的平均用时 在这项中 3700X的表现介于2700X和9700K之间 有进步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除了策略类游戏之外 竞技游戏和网游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点 毕竟之前AMD在网游中的表现一直都非常吃亏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代Dota2的性能的时候 我也有点惊到了 你看2700X的表现简直是烂的不能更烂 相比9700K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帧数 最低甚至会掉到100帧以下 但是3700X的表现却好了很多 说不上能钢英特尔吧 但是至少和9700K的差距已经是比较小了 平均可以跑到160多帧 远远强于2700X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个游戏 我知道B站上面越来越多的杂种喜欢白给了 对吧 但是之前Ryzen在CSGO中的表现真的就可以用白给二字来形容 太糟糕了 2700X相比9900K几乎少了一半帧数 拜托这俩可都是8核16线程 差距这么大实在是有点丢人 那么你们猜猜看3700X在CSGO中能达到9900K几乘的水平呢? 来我们揭晓答案 这3700X它不仅不差 它还和9700K、9900K有来有回 弹效分身 全程都能保持非常高的帧率 最后测下来的平均成绩 3700X甚至比9900K、9700K都要高啊 你就看看它和2700X的差距吧 在一分钟之前 你能想象AMD的处理器居然能在CSGO中敢超英特尔吗? 我……没话说了 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简直是从白给一下子进化成了白给性能啊 我屌你妈的真就白给性能啊 我们继续啊 最后一个要测的游戏是进网3 进网3这个游戏对Ryzen也是不太友好的 我们在玩家数量非常多的成都进行测试 2700X经常掉到30帧以下 但是相比之下 3700X的性能就稳定了不少 虽然说和9900K还是不能比 但是基本上能够保持在40帧左右 卡顿没有那么严重了吧 平均成绩39.6还算合格吧 总的来说 第三代Ryzen的游戏性能虽然没有专业软件中那么惊艳 但是进步依然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在CSGO中的表现真的是把我惊到了 如果你买3000X回去是打算玩游戏的话 至少我可以说它的表现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专业软件秒天秒地 游戏表现也不差 这第三代Ryzen还真有那么两把刷子啊 那么为什么第三代锐龙会有这么大的惊喜呢? 这个显然要归功于架构层面的巨大进步 首先 不管你之前是否知道 前两代锐龙的浮点性能相较于竞争对手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 尤其是在AVX性能方面更是一个相当大的软肋 而Zen2正是在浮点上尤其是AVX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首先在浮点部分的SIMD单元方面 Zen2由Zen和Zen家的128位宽度扩展到了256位宽度 同样的运算单元现在也是256位的宽度 在原先的Zen价格当中 256位的AVX2指令只能通过128位运算器来运算 这就造成了效率的大幅度下降 就像是四车道的公路强小起进八车道的车一样 而现在则是通过256位的运算器来运算256位的AVX2指令 被进步住的浮点性能终于得到了释放 而在另一个层面 缓存部分的大幅度进步也同样带来了IPC的巨大飞跃 相较于前两代Ryzen Zen2架构在分支预测方面采用了全新的TAGE分支预测方式 这个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强的分支预测方式了 分支预测的错误率甚至最多可以下降30% 这直接提高了处理器的运算效率 而第三个方面在处理器的前端 缓存性能也有了巨大的提升 显而易见的三级缓存容量翻了一倍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可不仅如此 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的BTB也近乎翻翻 这进一步提升了分支预测的能力 加之缓存带宽同样近乎翻倍的巨大提升 使得第三代锐龙的缓存性能几乎无人可挡 当然在这次测试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地方 首先是内存写入速度似乎不太正常 只有我们经验值的一半左右 通过查看技术文档我们得知 Zen2架构中 CCD核心和IOD核心之间的写入带宽 降低到了读取带宽的一半 这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不过在我们的测试中 这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性能表现 这可能是由于消费类应用往往对内存写入性能的需求 并没有对读取性能的需求那么高 因此AMD才会做出这样的取舍 来降低成本和功耗 而另一方面 CCD核心使用了7nm工艺来制造 而IOD核心则采用了14nm工艺 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不过内存延迟方面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这进一步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一代32nm的酷睿i3 飘哥刚刚提到了功耗的降低 这个其实也是第三代Ryzen的一个特点 这次AMD给Ryzen的核心部分用上了7nm工艺 我们手上的这颗3700X的TDP更是只有区区65W 那么它的温度和功耗表现如何呢? 我们考虑一下Prime 95 满载10分钟之后 3700X的温度控制在了57度 显著低于上一代的2700X 单烤下的平台功耗更是只有160W 相当的节能啊 水冷没什么问题 可是原装的幽灵散热器能不能压得住3700X呢? 我们来试试看啊 结果就发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了 3700X一直在动态调整电压和频率 以便把CPU的温度控制在65度以下 在水冷上面我们的烤机末电是1.4V以上 但是换用了幽灵散热器之后 烤机的电压就会自动降低到1.36V的水平 动态超频也会更加保守一些 所以不同的散热器的温度 在三代Ryzen上是没有办法直接比较的 如果想要确定一个极限的散热性能 我们就要尝试各种不同的烤机软件 比如CPU-Z的稳定性测试 3700X就会跑到77度的高温了 这个表现称不上理想 但如果只是墨平衡的话 那么幽灵散热器问题也不大 不过目前Ryzen的电源策略依然不够完善 比如我们P95极限烤机前10分钟是OK的 但10分钟后某个时间点会突然出现降低 有几个核心甚至会掉到3G以下 可是看Ryzen Master的信息 既没有过热也没有撞功耗墙 起初我以为是EDC这一项引起达 所以就开启了游戏模式 放开所有的限制 可是把所有的墙都解开了之后 也没有改善降频的情况 而且这个问题只在P95的烤机中存在 那我只能理解为可能在BIOS层面还有什么不够完善的地方 那就只能等待后面的更新了 这次除了CPU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值得讲的部分 就是PCIe 4.0 X570是第一款支持PCIe 4.0的芯片组 所以说固态厂商也是蠢蠢欲动 群联第一个就发布了4.0的主控E16 现在饮食的明人堂就已经用上了 这款2T的明人堂固态 我们实测顺序读5G每秒 顺序写4.4G每秒 就连4K小文件都能做到1.8G读2.6G写 简直太恐怖了 而且我们哪怕测32G的耐久测试 表现依然不俗 4K写入掉到了1G每秒 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出现多少掉速 性能还是挺稳定的 5G每秒读写的盘 对于8K视频、8K剪辑这些未来的应用来说会有用 但据说PCIe 4.0最大的意义 其实是在5G网络的架设上 5G基站中对于数据的吞吐速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个时候PCIe 4.0储存的高性能就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了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可能更多还只是一个好看的数字罢了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这些发烧友不就是喜欢追求好看的数字吗? 所以 又到了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超频了 既然换上了7nm工艺 那是不是意味着第三代锐龙的超频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呢? 咱们手上这个3700X在默认情况下都能加速到全核4.25GHz 那就直接从4.4GHz起跳吧 咱们先进去BIOS 把自动加速关掉 把倍频提升到44 而电压在默认状态下就已经达到了1.4V 所以我们为了稳定先直接加到1.5V 嗯 开机了 R15也没啥压力 但你说这4.4怎么能满足我呢? 这数字也太难听了吧 好 那我们冲冲冲 试一下4.5GHz 我操开机了 嗯 蓝屏了 那我们再降一点 4.45GHz呢 看起来好像没啥问题 这CPU-Z的稳定性测试也没啥压力 那我们再来跑个R 好吧好吧 经过了这么一番折腾 我最终还是稳定在了4.4GHz 1.45V的电压 这时候的R15XG已经高达2271分了 这甚至已经超过了我5GHz的9900K 难道我又要换电脑了吗? 不过光超核心怎么够呢? 咱们也再来查查内存试试看 每天开机第一次 内存电压1.5 4000MHz 小问题 随便上 那继续 4266呢? 压力也不大 那4400呢? 呃 那我们在4266频率跑个分看看吧 总之呢 这次的三代锐龙 基本上已经属于官方灰烬版了 核心超频幅度不会太大 不过内存的超频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以前你根本无法想象 锐龙平台能够上到4GHz的内存频率 对不对? 总的来看 第三代Ryzen处理器除了超频能力比较差 以及些微的BIOS问题之外 其他方面正是好的让人无话可说了 各种专业软件一马当心的同时 游戏也一扫之前的阴霾 展现出了良好的表现 全新的Zen 2架构终于全方位追上 甚至部分感超了如今英特尔的Coffee Lake 如果你回想一下过去的CPU历史 你会发现这是十年以来第一次 AMD在架构层面上可以和同期的英特尔平起平坐了 AMD终于不再是那个只有性价比的AMD了 如果现在的英特尔再不赶紧更新架构 恐怕这大好江山都要拱手相绕了 再考虑到2400多元的国行价格 我可以很负责地讲 Ryzen 7 3700X就是这十年以来 最值得购买的AMD处理器 如果有例外的话 那可能是3600或者3900X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带来那两款处理器的相关测试 最后如果可能的话 我希望我们明年测试的时候 还能继续用上今天这个标题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一个关注 以及长按点赞键素质三连 很快又会和大家见面 所以说下期节目再见吧